北部道姆现在多半是在节税当中 不过在石门中的月光明熟成其短 现在已经整片转环成熟了 可以收割 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农场体验活动取消 收割面临必须要颓迟延后 不过农场主人也趁此拍下 随风摇曳的金黄稻浪 分享上网 供民众来欣赏 让民众就算宅在家 也可以欣赏到稻浪的美景 疗愈身心 疫情影响各行各业 现在正逢稻子转环的季节 不过在石门的出房口农场 种的月光米熟成其短 已经整片转环熟成 到了可以收割的时节 却因为疫情的关系 农场体验活动取消 收割也面临必须推迟延后 不过农场主人也拍下 随风摇曳的金黄稻浪 分享上网供民众来欣赏 让民众就算在家 也可以欣赏到导浪的美景 我们这个稻子是在3月19号差的央 然后现在已经满三个月了 也就是正好要收成的时候 可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就很少受到的冲击 算是蛮大的 有一些预约的团 到现在我们也是无法确定 然后眼看着稻子已经成熟 要收割了 一些体验活动全部都来提办 率先熟成的月光米是来自日本的品种 熟成的天数从种下开始只需要90到100天 相较于台湾米的熟成天数 必须要120天以上 一起种下的月光米现在正好黄沉沉 农场主人记录下熟成的时刻 分享给线上坚守防疫 无法出门的民众 民众他们现在都不敢出门 然后没办法欣赏到这个田园的风景 真的我感觉是蛮可惜的 但是也是没办法 也要因应政府的一些磋湿 然后再来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 其实这几天也是有民众从这边经过 然后会把车窗摇下来看一下 这个稻子怎么那么漂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风 这一天风比较大 新南风比较大 然后可以信仿到一些稻浪 就感觉说这样也是一个抒压的心情 而随风摆荡的黄金稻浪阵阵 现象新省仿佛胜利其境 可以感受到微风吹拂 道响扑鼻 出黄口农场也期待 透过美丽的金黄稻浪 能够疗愈人心 齐心抗疫让疫情赶快过去 尽快恢复以往的活动与生计 谢谢浪平和安安师们采访报道